头痛失眠 耳食症案例 头痛还有头晕比较严重 只要一泪或者生气或者脖子就是肩膀受凉 一点点然后就会开始隐隐的作痛 然后就越来越疼 如果不吃止疼片就会连天昼夜的疼 恶心呕吐出嘘汗 只能卧床休息 就是那种静静的躺着那种 早年躺着还能睡得着觉 近几年只要一犯病晚上就无法入睡 即使不用止疼片 也要连续就是头痛好几次 吃好多次止疼片才能缓解 常年的偏头痛使我患上了焦虑症失眠 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工作 这些年中西医基本上我都跑遍了 就北京市区的各大医院吧 包括神经内科 症骨科 针刀 针灸 按摩 包括还有那种就是偏方吧 大大肠的那种银质针 各种这个理疗 按摩的方法我都识遍了 虽然有一些就是缓解 但是只要一停下来 就是头痛这个令我恐惧的这个这个病症吧 就会发作 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只只能一疼起来 我就去医院打这个止疼针 确实是很痛苦 大概是2020年的7月11日 这天我记得比较深刻 我接触到了原始点 让我的灰暗的生活慢慢的有了一点光亮 最开始通过头部原始点的按推 和简单的外热原温妇 睡眠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这也是我有了信心 然后头痛的症状在按推后 基本上消失了 但是当时可能是情绪不稳定 包括一些外在的因素 就是头痛总是会反复的发作 但是当时我的信心也是挺满的 因为当时我的头痛的症状 大概就缓解了有50%左右吧 基本上正常的生活没问题了 后来就发现 应该是我每天早晨出去跑步的时候 着凉了 或者在工作上 就是情绪有起伏 然后这个 本身我就是一个脾气很急 然后爱恨比较分明的人 所以呢 职工就劝我 遇事不要脚枝 也不要生气 保持乐观的心态 后来工作上确实有一些不顺利 头痛总是如影相随 他真的很顽强 是职工的那句话 你得的病 都是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有本事得这个病 就有本事把它治好 改变 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和习惯 包括惯性思维 职工的这句话 确实改变了我 他不仅是资深的职工 而且还是我 还是和我患的头痛 基本上症状是一模一样的 他通过原始点已经治愈了 我想我也 我肯定也行的 于是我下点决心 把头剃了 加强了热肤 每天用姜粉泥涂满 涂满头部和颈部 一开始 我的头部和颈部 基本上感觉不到热 后来职工就说 加一些辣椒面 涂完后 这个贴暖贴 每天两次 一周大概 就是原始点的按推 大概两到三次吧 保持温热的饮食 每天喝姜汤 晚上睡觉 用颠褥子 就这样 两个月后 就是现在的我 头痛大概减轻了 百分之八九十 晚上睡觉完全没问题了 也不会失眠了 大家都说 我的脸色变好了 回首过去 饱受头痛折磨的十余年 真的感谢原始点 感谢张医师 我也要把这份幸运 传递下去 遇到有缘人 把这套治疗的方法 告诉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